春节台股休市12天创历史记录 这段期间美国股市红通通 全球股市纷纷上涨 拓年台股第一个交易日 能不能交出好成绩呢 根据统计从2013年近10年以来 新春收涨几率达7成 平均涨幅0.16% 今年法人预期在美股多头气势维持下 另外在台积电拉台 以及特斯拉春节期间大涨超过4成影响下 台湾科技概念股众多 这类股价预期将大涨的带动下 台股新年第一个交易日至少中长红 有人买台股想赚大红包 开工日小红包很多人也很期待 不过命理专家也提醒 红包带收藏很重要 可以带财运钱滚钱 命理专家提醒将钱拿出后 可以把红包带放在办公桌桌垫或是电话机下 也可以放在家中书桌或是床头柜的右前方 甚至放在枕头套里也可以 不过红包带也有禁忌 千万别转送或撕掉 你可能就马上会换工作 你就是要穿先年一年 大红大服 金色的金光闪闪火红的艺术 命理是建议把红包好好保存一年 或是满生产设备也是招财的好方法 另外新的一年开始 开工最好也别穿黑色或白色 才能让新的一年浪力如新 好运跟着来 接着张无鹏 陈天安台北采访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